当年我在南盛里 一个打三个 瓦解了他们整个半军截 郑仁丹又来了 本来帅气的他却突然变胖 120公斤 我是朱福龙 一个体重66.4公斤的 Police 全部都给我靠边站 身份证拿出来 体重破百依旧伸手绞节 这是今年的贺岁电影 肥龙过江 郑仁丹饰演一名爆肥的警察 为了这个角色 曾子丹不断吃垃圾食物 但却不能真的胖起来 我有两部戏 一部是二汶四拍完 另外就是花木兰 那两部戏不可以肥的 我由纸粉含药 没有办法去挣 同时曾子丹决决定了 不如戴上妆吧 当时曾子丹还在拍夜问完结片 所以只能靠特殊化妆 其实在香港只要提到肥龙 就会想到他 香港武打明星洪金宝 曾经在美国演出电视剧 《过江龙》 当时就大受欢迎 被老外封为最灵活的胖子 这次的真子丹 就是模仿这个角色 背着几十磅去打 去跑 去演戏 因为那个妆 你化了之后 那个表情会慢着 所以当你去演戏的时候 你是初初不是很习惯 特殊化妆控制五官最困难 反而武打动作难不倒曾子丹 自从拍完夜问之后 曾子丹宣布风拳 不再拍功夫片 但是新形态的动作片 他还是愿意尝试 肥龙过疆 过年期间就要让影迷好看 当然喜欢讯息 点赞在台北报道